今晚我们说的东西是我看到一个留言之后的一个醒悟 到节目的最后 我就跟大家分享 究竟这个留言 是写什么东西的呢? 而令到我要专专去做一集的直播 跟大家去分享一下 我看到一些东西突然有这么强烈的感悟 很多人都问他说 老师,为什么人活着 真的活着了 就已经这么累了 就是很累,做人很累,很辛苦 很痛苦 不断很多人都走来问我同一个问题 做人真的很累 可以完美 我不想再继续活下去 很多时候都是一个人 或者很多时候都是一个人去面对种种的问题 没有依靠,甚或 即使身边好像很多人都好 但是都没有一个的依靠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发现 其实我们人生活得这么累 很多时候我们是不是 不自觉地去背负了 别人的命运呢? 我们背负了别人很多的东西 背负了很多 跟我们无关的东西 然后 将自己变成了一个 无形当中 自己就成为了一个受害者 所以 好像我们举一个例子 我们身边有很多人就是为不同的人去担心 为不同的人去操心 为他妈妈操心 为他老公操心 为他老婆操心 为他老爸操心 其实会不会我们是低估了别人的一个能力呢? 譬如你为你妈妈操心 他没了我不行的 你为了伴侣操心 对呀,他没了我他就死了 但是你要想一下 当你未出生的时候 又或者你是小孩子的时候 你妈妈可能一百元 一个星期要养大 几个小孩子 他都能够办 他是不是真的没了你不行呢? 所以到底我们 或者到底 这些人 或者你发问这个问题的人 甚至说我们自己 究竟我们是一个受害者 加害者 还是一个拯救者 所以 千万不要做 什么什么什么 三个字可能就是 这三个字 加害者 受害者 甚至是一个拯救者 在这个加害者、受害者、拯救者里面 这个理论 就是这个叫做 卡普曼的 戏剧三角 这个卡普曼的戏剧三角里面 他就是一个 人際关系里面的一个 角色和一个动态的理论 他就说人在冲突和互动当中 扮演了这三种角色 就是叫做 VPR V就是受害者 而P就是加害者 而R就是 拯救者 在这三种关系里面 其实我们知道 一定要成长 如果你不成长的时候 你就不断不断不断在这里的 轮回 在这里陷入其中 而出不了你 特别是在一个传统的家庭里面 这个受害者 很多时候 就是一个母亲 一个妈妈的角色 特别是妈妈 因为女性大脑的构种和男人是不一样的 所以 在一个传统的家庭里面 妈妈是更容易成为一个 成为一个受害者 甚至 更容易有情绪化的情况出现 我听过一个 这番说话是我的朋友 他不断地强调他妈妈 从小到大灌输他 我放弃了我的事业 我放弃了我的人生 我放弃了我的外貌 我放弃了我的人生所有的东西 我只是为了你 我只是为了这个家庭 我没有其他东西 我所有东西已经给你了 我所有东西就给了这个家庭 所以他说他长大了之后 他一定要很孝顺的 因为他妈妈 为了他付出了很多 他妈妈有一句名言 他说他妈妈那句名言就是 我带给这个社会最好的礼物 就是我养育了 几兄弟姊妹 你们就是社会的同僚 这个就是我对社会最大的贡献 在这个过程里面 其实每一个角色 在家庭的一个互动里面 其实每一个角色都不是一个单纯的受害者 在卡普曼的理论里面 这个心理学家说受害者本身 有机会他同时也是一个加害者 他是一个双重身份 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应该很多人都面对过 或者听过类似的故事 就是说 他妈妈就去跟小孩说 他说你老爸就是 一个什么什么什么 这样来的了 在小朋友面前 就说到自己的老公是多不堪的 然后他就会有第二番话 他就会说 如果不是你 如果不是你 我早就跟了 哪个去了美国 如果不是你 你妈妈我就已经嫁了 去美国 嫁了去加拿大 都是因为你 所以我今天 我才会留在这里 给这个男人租责 给这个家庭折磨 都是因为你的 大家有没有听过类似的对白 然后他最后 一定有一个总结 我的命真的很苦 又有这样的老公 又有这样的家庭 为了你放弃了那么多 我的命真的很苦 所以他妈妈做任何的事 去成立他 都是对他 因为我为你付出了那么多 好了 你看一下 在这个过程当中 他妈妈 是一个受害者 同时他妈妈有 第二个身份 他就是一个家害者 那时在这个身份里面 小孩子就是一个受害者 每天去灌输 你看如果不是你 就怎样 每天就是讲经 这个小朋友就是中毒 每一天 中了毒 被人灌输这些毒药 重复在这个 轮回里面 到这个小朋友长大了的时候 从小用这种毒药 他养大的小朋友 你觉得他未来的婚姻会是怎样 他的价值观会是怎样 他的自我价值有多高 这是一个大问题 所以为什么修行和觉知是那么重要 如果我们是没有修行 或者我们对我们的生命 是没有一个觉知的话 我们人生成长的路 因为我们 成长或者我们生活里面 生命里面 就是面对不同的关系 对不对 我们就在这些关系当中 我们就会卡住在这里 而我们灵性的生命也好 或者我们这个生命的道路 成长的道路 就会阻塞了 所以为什么回应 就是一开始 很多人走来Inbossom 甚至来问我 亲自来问我的就是 老师我 活得很累 我不想再活下去 我很痛苦 我很累 我不想再走下去 问题就是 因为其实我们 不断就在这个圈圈里面 可能我们不知道自己在这个圈圈里面 这一下就是最大的 所以为什么我们需要有修行 为什么需要我们有觉知 就是我们觉知我们在 这个圈圈里面 我们在这个游戏里面 我们要从这个圈圈 从这个游戏当中 跳出来 我们不玩这个游戏 但是大家要记得 语言是有力量的 语言是有力量的 好的语言它会变成一种祝福 但是 不好的语言它会变成一个佐证 当我们不断不断不断去将你那套 拳你那番说话不断去重复的时候 你的潜意识就会引证 你说的东西是对的 你说你惨的 你是对的 因为你说了一百次的时候 你的潜意识就是不断去 跟你引证 你是对的 你是对的 为什么我们要这么说 因为我们要在我们的语言当中 获取我们的价值 我是对的 我是对的 我真的很惨 你不断去重复的时候 你记得语言是有力量的 好的语言 正能量的语言 它会变成一种祝福 但是负面的语言 你说得多它就会变成一个助手 它语言是有力量的 所以你要记住 你这种语言的时候 你就会引发一个破窗的效应 什么是破窗效应 破窗效应就是 当有一间屋玻璃窗是没问题的时候 这间屋过十多年都没问题 或者烂了有人 维修换了新的玻璃之后 这间屋也是没问题 但是如果有一间屋 它的玻璃窗是烂了 一直都没有人理会它的时候 慢慢它烂的玻璃只会越来越多 有个人走过的时候 见另外一块 这间屋竟然有一块玻璃没烂 我就拿石头扔懒 这个就叫破窗效应 所以什么意思呢 就是当这个人 或者当我们不断去重复 我有多惨我有多差的时候 你身边的人 就会开始认为 你就是这么差 你的人生就会断崖 会不断地下降 第一你认同你自己差 第二就是破窗效应 令到你身边的人 都认为你真的这么差 所以卖惨 你将你自己变成一个受害者 可能拿到一时的好处 但是长远来说 你必定是吃虧的那个 所以紧记是一件事 请大家必须紧记 打死都不要跟不适当的人去倾诉 去抱怨你那些所谓的委屈 你那些所谓的悲伤 我们有一件事就是 有两个守则我们要记得 第一个就是 你不要到处去跟别人说你的不幸 你不要到处跟别人说 去宣扬你的不幸 第二个就是 你要成为一个价值的发言者 你要成为你生命当中价值的发言者 因为所有这个世间一切的事情都是一体两面的 有正面的时候一定有负面 有负面的时候必定有正面 所以你要发现每一个发生在你身上的价值 当每一件事发生在你身上的时候 他也是有两个正面的作用 第一个为你所用 第二个助你成长 每一件事发生的时候 当他有负面的时候 他必定有正面 他的正面就是第一 这件事是为你所用的 或者是来帮助你成长的 只要你这样去想的时候 由你相信的时候 你的生命就会进入一个各自的状态 你会进入一个感恩的生命 你会充满正能量 都是一切都是一体两面 当你真正明白到 当你真正懂得 当你真正掌握的时候 你就是生命的赢家 你就是人生的赢家 所以什么叫做各自? 各自是学习的开始 当我们各自的时候 就是我们学习的时候 所以各自是学习的开始 当我们各自的时候 就是我们改变的开始 就是我们调整的开始 所以我们人生里面有两个角 第一个角是各自 第二个角是各自 当我们各自的时候 就是我们学习的时候 当我们各自的时候 就是我们调整的时候 就是我们改变的时候 所以我们人生最怕是什么? 不知不觉 当我们人生不知不觉的时候 我们就会在这个轮回里面 就会在这个闭环里面 不断兜圈 不断痛苦 不断爱好 出不了 所以我们要各自 我们要各自 很多人的生命 很多人的生活是怎样的? 我上过一个课程 这个老师他拿了一张纸 做比喻 他把这张纸 他说很多人的人生 就像这张纸 揉在一起 一个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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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人生是痛苦的生命 为什么他的生命会变成一个垃圾呢? 为什么呢? 因为他没有边界感 他没有立场 他没有分工 他没有边界感 他没有立场 别人说什么他就是什么 所以他很痛苦 因为他所有东西都背上身 还有呢? 共生搞杀 什么意思? 互相相爱相杀 有没有这样的关系? 有啊 在家庭当中 在伴侶的感情当中 是相爱而相杀 不断去消耗对方 伤害对方 但是另外一方面 很爱对方 很需要对方 共生搞杀的一个情况 互相的控制 互相的指责 互相的抱怨 八样东西 多恐怖 没有边界感 没有边界感的时候 就是你很容易 侵入别人的生活 别人很容易就侵入了你的生活 大家之间没有边界感 因为每一个人有自己的私隐 每一个人有他的边界感 这个很重要 我们不会去干涉别人的生活 病态的依赖 有没有病态的依赖? 有 有时是我们病态依赖别人 也有你令到别人病态依赖你 你废了他的武功 要学习放手 我们要学习的是全然的接纳 一切的发生 我们要学懂接纳一切的发生 刚刚我都说过 一切的发生 有负面的时候也有正面 正面就是什么? 是为我所用 或者你 令到我成长 你这样你人生的路才会顺 如果不是你走到每一步 他都是左脚的 当我们全然去接纳一切的发生的时候 我们的生命就会180度的大反转 可能在这张纸里面 这张纸充满痛苦的人生里面 你认为 你所有的东西都是充满痛苦 可能在这小部分是真的 才是属于你自己的 是你自己的 你给你自己 然后 另外一部分是属于 你父母的 你就给你父母 是属于你同事的 你给你同事 是属于 你的伴侣的 你给你伴侣的 是属于 这个社会的 是属于这个天的 你给你这个天 你只是管好你自己的那一部分 所以我们要将 你的命运 我们要将别人的命运 还回给对方 我们要将父母的命运 还回给父母 我们要将 兄弟姊妹的命运 还回给兄弟姊妹 我们要将子女的命运 还回给子女 我们要还回给他 你愿意接 你就接 你不愿意接 我就静静地放在你脚边 我给你 我们要懂得 将 他们的命运 还回给对方 而不是什么都 揽上自己一身 接着你在这儿抱怨 接着你在这儿生 接着你就说自己很惨 你要将他还回给对方 有多少人在那儿 烦恼一些 没办法改变的东西 既然我们没办法去作主 我们没办法去改变的时候 我们就蹲下我们的头 我们认 这个叫敬畏之心 我们认 我们认 我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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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后我们认 我们才能够改变 所以我们要以平常心 去认无常的事 用平常的心 认无常事 以 大爱的心 去做好每一件小事 物来则认 过去不留 你人生才会发生 180度的大改变 你做好你自己 你管好你自己 当你管好你自己 当你做好你自己的时候 你生命会发挥改变 而你周边的齿轮 亦都会发生改变 这个是很重要 这是我今天准备 跟大家说 所以 打死都不要做什么 不要做受害者 同时 也都不要做一个加害者 如果我们生命 这个留言就是 那个网友的留言 什么叫做人生的善良 就是我们不做一个受害者 同时我们不做一个加害者 我太厉害了 这个人的留言 两句说话 所以 不谈来生 只谈今生 不做加害者 不做受害者 我们做不做到呢 这个就是看大家的收惠 优优独播剧场——哪수